紫霞仙子好像成为了朱音的一个标签,虽然近几年也有其他的一些女演员挑战过紫霞仙子这个职策,但要说起对经典让观众们印象最深刻的,好像就只有朱音了。 不得不说,她确实塑造出了一个很完美的角色,直到现在也很难被人超越。 年轻时候的朱音,被很多观众称作是敬业的时光的女神,各方面条件都是很完美的,不仅颜值和身材出众,而且还有特别长的演技,并不是大家口中的花瓶。 时间过得确实很快,当年的女神朱音,现在也都已经48岁了,不过各方面就保养得很不错。 之前朱音在娱乐圈也是非常活跃的,参加了很多综艺节目,而且也会经常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。 之前她在参加一次活动时,就让不少网友感到惊艳,在这次活动中她穿了白色的墙款连衣裙,而且还是那种抹胸紧身的设计,这种类型的礼服是很显身材的。 大多数网友看到这些图,骗之后,也都感到特别的惊艳,确定朱音今年都已经快要50岁了吗? 说她二三十岁估计也是有人会相信的吧? 这身材真的是完美到了极致,简直就是没去换身材,主要也是因为朱音的身材实在是太好了,所以还让很多网友感慨岁月对她做了什么,根本看不出来又48岁啊。 除了身材保养得很不错之外,朱音的颜值还是一如既往的高,脸上并没有过多的皱纹,笑起来,还是一如既往的清纯甜美,感觉当年的紫霞仙子又回来了一样。 如果可以的话,还是希望她能够继续出演一些影视作品。 大家怎么认为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